妈 勇士和骑士到底谁会得冠军 同学都不跟我玩 我讨厌上学 公司调我去别的单位工作 可以拒绝吗 下载NP3音乐自己听 会不会违法呀 法律 食安 心情 运动 您关心的话题都在11.543 欢迎收听新式543 我是胡祥华 近年来日本传出老年离婚的情形增加了许多 那么国内在面临人口老化的现实下 老夫老妻如何相处 才不至于会发生这种老年离婚的一个情况 那么老夫老妻相处二三十年之后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感情的问题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关心这群 大哥哥大姐姐的爱情问题吧 我们就要访问到的是原品心理资商所的黄雅玲所长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所长你好 我们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所长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夫老妻 是指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好 我们一般在说老夫老妻 它可以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真的是我们在那个生命周期上面 大概是已经是大概50岁以上了 五六十岁以上的婚姻 但是今天我要特别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我想要把年龄层再拉得更低一点到40岁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一般常在听到那个结婚十几年的夫妻 在谈一些他们的婚姻生活的时候 他们常常嘴巴也会讲说 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 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婚姻里面已经是老夫老妻的话 那我们就今天把年龄大概定义在40到60岁之间的 这一段的一个婚姻关系 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么的定义 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40岁到60岁 他们大概已经的婚龄大概都是十几二十年了 那在这个十几二十年里面呢 他们对于对方的一些个性啊 会做些什么啊 生活习惯啊 大概都已经是辽若指掌了啊 所以他们认为大概已经很懂对方了 然后大概不能变的也就不能变了这样子啊 那在这个状态当中 我们就把它先称为这个阶段叫做老夫老妻 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夫妻的婚姻生活 那照理说啊 如果说是已经自诩 就是自己界定说 我们就是老夫老妻的一个情况的话 通常这个感情的问题 或者是说两人彼此相处的一个模式 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形了吗 对 就像主持人讲的 我们的生活它是稳定的 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两个人之间的分工 早上谁要起来弄早餐 谁要去倒垃圾 谁负责家里多少经济开销 这个部分生活上的分工 这个是稳定的没有错 但是呢 也因为它的稳定呢 其实它的婚姻啊 会有一些潜藏的危机 我们常常会遇到 就是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婚姻上面的问题来的时候呢 他们最常提到的就是 他想说我们夫妻已经生活那么稳定了 我真的不晓得 怎么他还去外面找那个小三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shock 就是说怎么会搞成这样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带着他们来探讨一下我们的婚姻 这个阶段的婚姻 应该是说 这个时候的夫妻大概很大量的时间 还是一样有在照顾孩子 然后呢 也很大量的时间呢 他是在他的工作 那你被孩子给占满了 你被工作给占满之后呢 你会发现基本上大概已经没有太多的 有意识的夫妻生活 没有太多有意识的一个夫妻生活 就是情趣的问题啦 对 那个主持人今天已经讲到我们最大的重点了 我们我们那个这两集都全部要来谈那个夫妻的一个情趣 那在谈夫妻的情趣之前呢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觉得老夫老妻的就这样了 不要小看这个老夫老妻 我们在离婚的高峰潮里面 就是婚姻有几个容易离婚的一个高峰点 第一个高峰点是结婚的第一年 就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了 那个刚结婚不是应该很甜蜜吗 事实上刚结婚有很多生活个性要磨合的地方 那接下来他的高峰潮 接下来就是说在那个小朋友 他上那个 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第一个孩子出生 因为手忙脚乱嘛 重新要分工 然后再来是青少年 因为小朋友青少年不太好搞嘛 那搞到两个人都吵架这样 那但是接下来有一个 那个离婚的高峰潮 跟我们老夫老妻很有关系 就是你的孩子在离潮了 跟你要退休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离婚的高峰期 为什么呢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小朋友离潮了 或者是说我们都退休了 不是应该更有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吗 那事实上不然 很多夫妻 他想到他的孩子要离开了 他想到他另外一半要退休了 他觉得很害怕 因为家里只剩下他跟他的另外一半 大眼瞪小眼 他觉得这是个相当恐怖的事情 他觉得以前在 这种不喜欢他 反正他会去上班 他会不在 对 而且有孩子在 有时候会 孩子反而是一种润滑剂 你知道 或者有时候 我想说为了孩子 我们就忍一忍 所以也就过去了 那现在没有这个孩子在中间的话 其实就是变成你 好像跟敌人 要直接面对面的感觉 就是要进入那个 正面对决的状态 然后还逃不了 然后还没办法转移注意力 这才是有点可怕 这样子 不希望走到这个状态来 都希望说 真的是两个人夫妻之间 我们有很多两个人 一起在走一些 共同的生命任务 养了育女 维持这个家 但是也别忘了 另外一半大概是要陪你最久的 还是要学习怎么跟他相处 对 其实有时候我会想一想 就是说 我们跟父母亲相处 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 我们也许是二十几岁 我们可能就 就已经离开我们的原生家庭 就另外组一个新的家庭 我们跟父母亲相处的时间 大概就是二十几年 如果晚婚的话可能三十年 可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配偶 你可能会相处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甚至有金婚的五十年 甚至更久六十年的时间 所以跟另外一半相处 真的是时间很长 真的很长 所以我们把时间投资在 了解怎么跟他相处 我是认为这个投资报酬率很高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不就这样子吗 我们从年轻到现在 小孩长大了 然后就是可以 人是没有什么负担了 就是两个人在家 那就各做各的啦 然后你想要去哪里 做什么东西 你就去做 你想喜欢登山 你就去登山 你想运动运动 那还是家庭主妇的话 如果说是家庭主妇 可能还是照 我常常去串门子啊 或者找我的朋友啊 那如果说是 直接妇女退休的话 可能还是会跟他以前的朋友 很多人就说 那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是日子 还是照样这样的过 可是为什么会感觉好像 感情就是很平淡 然后就很OK啊 就是这样子下去 为什么还会有一些波澜出现 对 主持人你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大概到了 老夫老妻的状态的时候 生活层面上 生活上的安排 生活的层面 你大概都会看到 像刚刚主持人 你提到的那些现象 但是你去了解 他们的心理层面之后 他们大概会 会再讲得更深切一点 他们会有几个感受 他会说 我们很熟悉彼此的 那对方就是这样 但是味道淡了 对 淡了 对 味道淡了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彼此的一些模式 都固定了 但是有默契 有默契 比如说谁吵架 谁就闭嘴这样子 但是你问他 满不满意 你问他 你现在对这段婚姻 你满不满意 其实蛮多是 蛮多是 那又能怎样 其实又能怎样 里面是说 其实是不满意 但是日子仍然要过 然后再来是 在经历了那么长的 生儿育女 生活上面 真的是有默契的 回想起来 彼此有一些感谢 但是你说 除了感谢之外 有没有让两个人在一起 好像有活力的样子 没有活力 所以没有活力 然后再来是 你觉得彼此也固定了 那你也觉得 对方都难改了 所以你也 好像不是很有一些 很有一些两个 在成长性的希望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会把两个 事实上有很多 生活上面的默契 也知道生活怎么安排 但是就是味道淡了 但是你问他 也没那么满意 那有感谢 但是好像 没有那么的有 有意识 也没有那么 有能量的感觉 我觉得 今天我觉得 我们很想把它锁定 在这一群的一个 夫妻上面 这是很常见 蛮大部分的 是因为很多人 都会觉得说 不就是家人吗 因为你可能以前 刚才结婚的时候 你有一些激情 你有passion 可是到后来 你就是过日子嘛 很多人讲说 夫妻不就是过日子吗 你就是每天在一起过日子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一般 你可能很平静的 就这样过 很平淡的这样过 可是中间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跟外面 突然有些什么样的接触 擦出一些火花的话 很可能就会让 彼此的关系 就产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谈这个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时候我们要谈 那个老夫老妻的一个 进入那个亲密关系 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门槛 要跨过 什么样的门槛呢 因为常常我们对于 老夫老妻 在谈亲密关系 会有一些迷失 因为会觉得说 都老夫老妻的 还讲什么恋爱 那个是年轻人的事 那都老夫老妻的 还谈什么爱情 这种恶心的事情 再来是 老夫老妻的 还谈爱情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因为觉得现在正业 应该好好工作 深深那个 对 然后再来是 有时候说老夫老妻的 就这样啊 这就是人生 这几个都是名师 我要强调的是 这几个都是名师 老夫老妻 仍然可以有 恋爱 老夫老妻 仍然可以有爱情 谈爱情 也是人生中 很重要的事情 人生当中 还可以过得更有意思一点 可是怎么做呢 因为如果说 两个人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共识 话说 我们其实可以做的 我们两个人 可以过得更好 更亲密 可是另外一半觉得说 不是像刚才所长说的 你恶心 我们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你都已经那么老了 我也不想看到你了 其实会有 有时候会需要 双方一起来 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你说 对不对 亲密关系 如果另外一边不愿意的话 我可能就找别人 来跟我有心理关系了 你看他都说恶心 但他会找别人 那你说这个是真的恶心 还是这么一回事 这样子 这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里面反映的是 我们的华人社会 其实对于那一种 爱情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亲密的东西 其实对我们而言 是我们的文化比较不谈 不是你不需要 从小被教育到的 对 从小被教育说 这个东西 你爸爸妈妈时间也没再讲 谁讲了 谁就被像打地鼠一样 给打了下去 但是你又会发现 你的内心是渴望的 所以因此 你不会对你的太太恶心 但你会对外面的人恶心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样子 其实我们讲到 其实一个婚姻生活里面 它有一个 应该是说 整个情感里面 它有三个元素 我们很常讲的 就是说 我们都结婚那么久了 我愿意为这个家牺牲 我愿意为你负责 这个只能说 你做到的其中一个元素 叫做承诺 你对对方承诺 你对对方愿意负责 但是其实还有两个元素 再来第二个元素是亲密 所谓亲密是说 我可以跟对方有一些连结 我跟他相知 相惜 我信任他 我愿意给他一些安全感 那你看这个又更加的心理层面的东西 我们说那个心理相通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 当然第三个部分是 年轻的时候事实上有比较多 年纪比较大之后 它真的会比较少 就是说外表的吸引力 性 浪漫 那这个部分的确是在我们 婚姻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会比较多的 激情的部分会下降 但是即便激情的部分下降 像有时候我去带 我们夫妻的团体 你去问他们觉得激情重不重要 如果那个团体有三天的话 第一天他们都说 不用了 这个不用了 对方身体健康就好 到了第三天之后 他们就会说激情很重要 他很希望他的太太可以热情如火 这是好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说大家都需要 即便少了 我还是希望有一点 但是我们文化里面 常常叫我们不可以讲这种事情 或者是年纪大了 怎么会讲这种事呢 其实越可以这样的 你会发现 你的老夫老妻生活 其实越活泼 OK 你如果现在收听的是 中广新闻网 新是543 我是胡祥华 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 访问到的是原品心理资商所的 黄雅玲所长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 聊一聊这个老夫老妻的感情问题 那所长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 像因为我们真的是华人社会了 对于说 这个老夫老妻结婚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你还想要说 我们有一些今天晚上 我穿一点比较性感的内衣 怎么样 你可能会觉得 你很恶心 你会老不休 等等等等 就是 可能就是让我们觉得说 对于这个彼此的亲密关系 当你结婚可能十五年二十年 甚至是更久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就是 好像不需要了 两个人虽然是睡同一张床 可是变成说各自有同床异梦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在关系上面 就会产生一些疏远了 对 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要回来 就是说 你到底还可不渴望你的婚姻生活里面 有一些的亲密 其实我以下有几个方法 我想让大家可以检索一下 那等于检索到你觉得说 对我好像还是有这么一些渴望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做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检索的方式是 你可以去想象 有时候你走在路上 然后你看到前面有那个夫妻的互动 什么样的一个夫妻的互动 会吸引你的目光 会吸引你的目光 结果你会发现 其实老夫老妻牵着手 这个这一幕常常很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我看有很多摄影师 都会把这一幕给拍下来 为什么 拍下来之后 其实点阅率会很高 因为大家内心其实很渴望 我老夫老妻的我还是可以牵着手 我还可以帮我的另外一半 可能剥剥头发 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你在走在路上 仍然有这样的图像 会吸引着你的时候 代表说你还是渴望的 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回想一下 你看的电影 电视里面 有一些中年夫妻的画面 我当然讲的不是偶像剧 就是中年夫妻的画面 仍然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吸引你注意的 那个可能不是很高度的激情 但是你觉得心里面有一些 会激起一些波澜 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 我就印象很深刻 那个麦迪逊之巧的那个 他的夫妻生活 说实在真的是比较无聊一点 是 没错 但是呢 我想很多的 有了一点年纪四五十岁的 你再去看麦迪逊之巧 你会发现 那个太太跟摄影师的 那个晚餐的约会 你会发现 你不太会 不太会去 用道德去批评那几幕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五六十岁了 但是跟一个人 可以这样共进晚餐 然后眼睛注视着对方 喝一点酒 那个电影跟电视画面 你其实仍然会 会很吸引你 心里会激动的 代表你事实上还是渴望 你渴望是好事 渴望我就会说你还活着 就是生命还活得 还是很有能量的样子 那有时候你自己会忍不住的 也会去想象 我跟我的另外伴 如果两个人可以去 什么地方做什么 两个人怎么样 互相的身体的姿势是怎么样 你如果都还有这些想象的话 代表说其实你是蛮有期盼的 这个期盼是好事 这个期盼是好事 期盼代表说你还是一个有趣的人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有 有时候会像我自己本身 我承认我就是老夫老妻了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呢 你可能跟那时候的 刚结婚的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可能还会搂搂腰 或者是过马路的时候 彼此就是赶快这样子抱着 这样子赶快过去 现在就比较不会 当然因为你可能年纪大了 因为那个体力走不快了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抱着对方腰 因为他的腰也变粗等等 可是就是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还会想着说 以前的美好 以前的那种 对不对 那种感觉是 你还是会去想念他的 那现在就需要你 怎么样去找回这种 这种机器 或者这种 这个是很困难吗 其实他不 应该这样讲 他跟你的习惯会有点不太一样 但事实上他不困难 那像刚刚主持人讲起来 是还蛮有画面的 我想很多听众大概也会很有共鸣 那我们接着就来谈一谈 就是说 如果我还有这么一些期盼的时候 我在生活当中 我可以 我可以做些什么 那当然因为第一个 当然我们事实上 我们的体力也没那么年轻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第二个是 基本上我们还是在华人社会 你说 我就是这么的长大了 有时候你说太激情的事情 我也不一定做得出来 没有错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现象 我也接受 但是以下有几个小技巧 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家的 所以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 能够一个礼拜里面 有三到四天 安排一些你们两个夫妻独处的时间 最好是每天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好 其实你去想一想看 大家下班之后都累了 累了之后回来 都先处理家事 处理小孩 那事实上 你检索一下两个人的一天 两个人基本上没有独处的时间 那你如果没有独处 你根本没有亲近的机会 我们说要亲近要有机会 那你一定要先独处 一定要先有些两个人独处的时间 所以第一个是 这个时间要有一些的安排 比如说 我已经结婚也十几年了 那当我的孩子上了国小之后 分了房之后 我就有跟先生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小朋友更早一点睡 那有时候小朋友搞太晚了 我们两个也累了 但我们两个都没有时间讲话 那我先生突然想一想 对呢 我们也好久没有两个人这样独处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大概会有 两个人大概都会有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聊聊天也好 两个有时候一起看书 什么都可以 但这个就是独处的时间 是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以前像 像我们家的话以前有狗 我们会一起去遛狗 我觉得遛狗就是两个人独处的时间 对不对 你可以聊聊今天上班 办公室的状况 然后同事谁谁谁怎么样 或者是你的家人 其他的亲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都是可以 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种独处的时光 对对对 像有一些你还是大了 有些夫妻就说 他们那个八点到九点 就是两个去散步的时间 这也就是独处的时间 这个是需要有一些的安排的 它是需要有一些安排的 第二个呢 放下手机 手机说实在的 真的是现在最强的小张 对没错 你会发现两个人 即便有时候在一起 那个 第一个时间大概就是把手机拿出来看 就是你虽然两个人都在房间 两个人都在餐桌 但是两个人都各自看着手机 而且手机说实在还无孔不入 以前要找小张 还要偷偷摸摸干嘛 现在不用 现在手机马上直接拿出来 而且真的不要看手机小张的威胁 他第一个是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眼睛没办法去关注的对方 那个对方已经开始火冒三丈了 或者是高兴不高兴 很想跟你分享 你大概都看不见了 有时候夫妻都会说 我觉得他觉得他另外一半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你另外一半关不关心你 他说他觉得不关心 我说怎么说 他说每天都看手机 怎么会关心我 他比较关心手机的事情吧 对啊对啊 是啊 我再问另外一半说 你真的不关心他吗 他说没有啊 我只是想说他没事 所以我看手机啊 对很多的男生会 男人会这么想 反正有事你就会说嘛 太太有事一定会说嘛 那没事好 那我就滑滑手机好了 我看看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公司有些事情联络一下啊 同事怎么样怎么样啊 就是他们会 他们的反应都是说 你有事你就会说 所以变成说 很多他们 我觉得很多的男人会觉得是属于一种被动的一种情况 就就是说 反正老婆有事情 他一定会讲 那有时候老婆会觉得说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要跟你讲 而不是说 你来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我觉得 有时候夫妻的相处会 会变成一种固定模式 变成说老婆一定是要怎么样做 然后老公就是一定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 也是让夫妻的感情会觉得 好像好吧 就是这样过日子 每天就这样过 没什么特别的变化 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 等于说是感情上面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对啊 那如果说 你说 等到老婆有大事在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老婆你会越来越讨厌 因为她每次来跟你讲话都大事 都是一个 都不是说谁出事的 就是谁缺钱的 就是都是大事 你光看到她你也会有压力 所以你还是要跑到手机去 你还是觉得手机最没压力 她有去 所以我很鼓励 就是说我们家庭 如果有时候到了房间之后 最好有一个养鸡场 养手机的地方 但是养鸡场 通常离自己很近 手艺拿回来了 对对对 所以像我们家的养鸡场 就是那个手要拿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一定要放在房间 但是你就把两个人的手机 放在一个角落 因为现在手机好像都取代家用电话了 这好像也是一个 避免不掉的现象 但是真的不要 对啊 我要跟所长这个坦诚一下 就是我们家呢 就是在睡觉前 我们两个都会花手机 所以一人一个 对然后我们女儿看到说 你们两个怎么了 她就会觉得很奇怪 说你们两个怎么了 怎么一人一个手机 你们要不要睡觉 然后我们就 把手机就挂起来 变成是说要小孩来提醒 我们说 好像你们两个是不是玩手机 看手机看得太过头了 所以有时候 这个自己 可能做父母的 有时候会觉得说 就老了嘛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没什么好讲的 只能看手机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 要去好好的 想想怎么样安排自己 跟对方相处的一个 每天生活的一个模式了 我都很鼓励你 我们其实可以跟另外一半 因为有时候你一直抱怨他 你都一直看手机 有时候他也会不高兴嘛 他觉得 那常常都被你嫌这样子 我其实都很鼓励 我们可以跟另外一半 好好谈一下手机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其实现在 现在人都会用手机嘛 其实回到家的时候 我其实有时候 想要看看你啊 我想要给你讲话 就是我说都看到 你在看手机的时候 我有时候都不知道 到底时机对不对 那有时候你这样 跟你的另外一半 谈的时候呢 他就会知道说 原来其实你想要跟他讲话 你是想要让他看见你的 那另外一半 他就比较愿意有一些调整 因为有时候很常 另外一半他不晓得说 其实你是需要他的 可是有时候 我也会跟我先生讲说 你一直在看电视 然后手机又开着 你两个这样上 一下看电视 一下看手机 我说你到底要看什么东西 他说 没有啊 我随便看看 我说那你想跟你讲话 他说你想你讲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 就变成说 他会觉得有一种 马上就是反 就是好像觉得说 我否认 我在专心在这上面 你要讲话 我马上就可以放下来 可是事实上 你会觉得说 他就是有点在敷衍你的感觉 就是你讲 然后你会觉得 一次两次之后就算了 那你让你看吧 你就不太想要再去 跟他讲说 我今天碰到什么 什么事情 工作上 遇到什么困难等等 这个也是 很多夫妻到后来 会变成说 我们就干脆彼此就 过彼此的 就是不想跟你 有什么互动的一个情形了 非常非常常见 像刚主持了 你的那个家庭的对话 那个是我们几乎 大部分听到的对话 都是会长这个样子 那我其实都很鼓励 在那个对话里面 其实大概先生会感受到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批评他看电视跟看手机 这件事情而已 那如果你把你的心意 再讲的直接一点 就是说 你那个少看一点 你要看我 你要看我 我想跟你讲话 你知道吗 你只要跟他这样 你轻轻的跟他讲 我也要你看我 我要跟你讲话 这样子基本上 没有什么男人 可以拒绝得了的 但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那么直接 我们会讲说 你怎么一直看手机 这样子 其实他接收不到 他接收不到 你需要他 这很有意思 有时候会觉得 年轻都没有讲得这么直白了 到了老了 还讲这么直白 会觉得很怪 但是你知道 这个直白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因为对方就懂了 而且他会懂到 会直接懂到 那个最柔软的那一块 然后这一块通常 我很少听到 像我们在治疗室里面 我很少听到 先生对这一句话 可以拒绝的 目前还没有 OK 那希望我回去 试试看有效 可以试试看 对 那有时候 因为我们常年 都已经是比较少 这样那么 那么亲近的对话 有时候刚要对话 会可以可以 不晓得要讲些什么 所以接下来 我这边有几个 我觉得可以 因为我们常常 看到另外一半 常常就问说 你孩子在了没 还是公社写了没 你这时候到了没 钱会了没 这样 那常常问这个话 这个话其实是 日常生活很琐碎的 很琐碎的事情 那我很鼓励大家 就是说 如果你们有一些 独处的时间了 那你另外一半 也把手机放下了 其实你有几句话 其实是可以天天讲的 第一个是 你今天好不好 就是没句话 你今天上班好不好 那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这样子 就这两句话就好 就只要学这两句话 你今天好不好 你今天上班心情怎么样啊 你会发现 如果你每一天 都对你的另外一半 讲这两句话 任何人都会爱上 每天关心他的人 是吗 可是有的男人 会觉得说 不就这样子 每天都问 干嘛就是这样 每天就是工作啊 刚开始 他们刚开始会这样 而且因为 我们华人的男性 习惯 事情都要讲重点 对 是 对 他不是故意要泼你冷水 只是说 在他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他小时候在家 人家也跟他说 小孩有心没嘴 老婆人说 要说重点 很常是这样 所以他是被这样训练的 你说他没有心情吗 他今天有 想不想要人家关心 都是想要 都是想要 所以你就把这个变成 你每天接近 今天好不好啊 他就说 还好啦 没什么事 你说哦 这样哦 好 你先来问他 你今天好不好啊 你再问他 几次之后 他就会开始讲了 而且他会越来越 依赖你 越来越想要跟你说 OK 这个是要一段时间 因为你刚才 他不是拒绝你 他是在对抗 他的那个文化习惯 OK 他们心里面 他们心里面 也在挣扎就是了 对 你好厉害 有些人听到重点了 他在挣扎的是 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 把我那一种 好像不成气候的话 讲出来 这样子 OK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的是 中广新闻网 新市五四三 我是胡祥华 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 我们访问到的是 袁秉丽自商所的 黄雅林所长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 谈一谈这个 我们老夫老妻的爱情 跟亲密啊 其实刚才所长 有提到说像 我们就是找了时间 我们也许每一天 都有个 也许十分钟就好了 或者是半个小时的 一个独处的时间 然后能够放下手机 好好的来聊一聊 今天过得怎么样 过得生活 碰到工作 碰到的一些问题 可是有时候 我会觉得说 好像真的就是很OK啊 没有什么好讲的啊 所以也觉得说 就是 虽然我天天问他说 你今天好不好 出差怎么样啊 过程怎么样 还是像爆流水账一样的 回答我 所以这个也都是OK吗 就是说好 你去听 去听他这样讲 你会觉得 也算是一种 彼此的互动吗 对 这个 当然这个是 初阶版的 我们希望这个是每天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谈一点 进阶版的 还有进阶版 OK 进阶版的 进阶版的 就是说 就是偶尔要安排一些 两个人的活动 因为你会发现 你的婚姻的前十几年 大概都全家出游 是 然后你出游的地方 大概都是以孩子 适合的为主 没错 那孩子适合的 比如说你去 亲子餐厅的也好 去那个亲子适合的度假村也好 我们大概就是 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在找地方 大概都会是这样 那其实那些地方有时候 它就是适合小孩 不适合情侣这样 没有那么 对情侣没有那么的刺激 那所以开始可能 可以安排一些 两个人一起去吃饭 你就会发现说 两个人一起去吃饭 跟你会带小孩去吃饭 其实你们会去 不同的地方吃 对 然后在只有 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你比较可以牵到 对方的手 因为有孩子的时候 你常常注意孩子 过马路 安不安全 小朋友怎么样 你其实很少会注意对方 所以两个人的小活动 很重要 一起去吃饭 然后一起去有一个 小小的旅行都好 你会发现这个 就是我们单纯为两个人 所安排出来的 那样子的一个旅程 完全是会不同的 那里面自然会增加浪漫 自然会增加浪漫 这是我们进阶版的第一个 然后进阶版的第二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然因为大家生活 也事实上 也真的都很疲累 所以身体的疲累 生活压力 有时候难免就是比较 生活就比较乏味 所以其实有时候 可以一起 看一些你们觉得 比较有情绪的影片 比较有情绪的影片里面 那可能包含就是 我们因为有时候 我们都常跟小朋友 一起看卡通嘛 那看久了 但是也是很无聊的 那可以看一些 两个人成人可以看的 那可能就多了一些 比较限自己的一些影片 那这看的时候呢 你自然会 两个人就会谈论嘛 那谈论完之后呢 那个身体的触碰啊 性的部分啊 自然就会有一些刺激 那在那个刺激底下呢 你当然依照 两个人的身体状况嘛 你到底是要 在你们新生活里面 你是要换姿势 换地方 那也都很好啊 像比如说 我们最常 我们最常新生活的时候 都是在家里面 能不能两个人 可以约个会 去那个 去汽车旅馆 不要每次汽车旅馆 都只有 那个跟小三嘛 对不对 都只有 道通男性跟小三 后而夫妻去一下 汽车旅馆 那汽车旅馆 它的摆设也就很有意思啊 刺激刺激 我觉得这个是 增加这么一些刺激 其实刺激可以增加 愉悦的情绪 可以增加愉悦的情绪 而且可以修复关系 什么叫修复关系 可能以往五六年前 你们心中有一个疙瘩 疙瘩就是说 可能因为什么关系 内心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样的疙瘩 但是会随着那一段时间 你们两个比较亲密之后 有时候那个疙瘩会慢慢的会消退掉 会消退掉 当然如果没有那个亲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那个疙瘩三十年都还会在那里 有些疙瘩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重来的 它就是发生了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 他看时间久了 他自然就会消除 但是要看那个时间是怎么过日子 那个时间如果是平淡 那个疙瘩常常都会在 但是如果那个两个人之间比较有趣 亲密感 刺激感 偶尔都会来一些来一些 那个疙瘩才真的会过 然后再来 那我们进阶版的第三个 就是说 不要小看身体的亲密 我们都会去摸孩子 碰孩子 抱孩子 但是我们其实 大概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大概都不太抱对方 摸对方 那你说你说对方想不想要 你说他们大人有什么好想要的 不不不 每一个人都会渴望被身体接触 不管他今天年纪多大 所以有时候是指的 比如说牵牵他的手 搭搭他的肩 然后揉揉他的手 摸一下他的头发 摸一下他的胡子 摸摸他的背 这么一个小微小的动作 你可以感受一下吗 你的另外一半 对你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你整个身体 都会有那种 酥麻酥麻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 很好增加 夫妻温度的 的方式啊 我觉得我年轻的 我们先生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人家帮他抓背 他就觉得那是很舒服 可是我觉得年纪大之后 可能就是因为 皮后来是怎样 就不会是要抓背了 因为抓背对他来讲 他是一种 他会觉得也是很舒服的 会觉得说 就是很喜欢 对 小孩子也很喜欢抓背 可是大人也很喜欢抓背 其实但是到了年纪比较大一点 就好像他就比较 不太会去提出 这样的一个要求 可是偶尔帮他抓背 他也会说 很舒服 但是他不像过去 那么样的 愿意主动的说 你来帮我抓背 现在好像就比较 觉得就比较 觉得老了嘛 就是好像不太需要的 这种感觉 但如果说你真的帮他做的话 其实他也会很感谢 然后就会觉得很舒服的 一种表情就出来了 我在想他 他很有可能是 他觉得不好意思 也觉得你辛苦 觉得你不好意思 然后他就不太好 再去跟你提出这个需求 所以如果有时候 我们读到我们的另外一半 是不好意思的话 我们就自己来咯 你不用开口帮你 是是是 然后像有一些 有一些他们的方式 就是说 比较我们比较有经济能力 我们可以买一些东西 有些他就会去买一些金油 他有时候不是 他可能用一点金油 因为金油会刺激他的 那个嗅觉 然后就买一个他喜欢的 然后容易放松的 因为大家其实压力都很大 那我们比如说买一个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薰衣草 你买一个薰衣草的 然后你就抹在手上 然后就帮他这样子 顺顺背 帮他按摩按摩 也不用什么很大的技巧 所以有一些人就说 我又不会按摩 又没有像外面那样厉害 我说其实那个都不是重点 其实对先生而言 他的太太 却买了一个 让他闻起来很放松的味道 然后手在他的背 这样子帮他的按摩 那个情意最重要 其实那不是按摩 那就是爱抚 但是那个是很有 那个是对于放松很有效果的事情 我们再来谈最后一个 就是偶尔说一点甜甜话 偶尔 比如说 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我真的很谢谢你 你看你都倒垃圾倒了二十年了 你看如果一个倒垃圾倒二十年 但也没想过人家会感谢他你知道吗 不对 你就帮我 你就帮这个家倒垃圾倒二十年了 然后你都 就是都常常开车来载我这样子 或者是说 我们家的那个花花草草 要不是你 也没有办法那么漂亮 就是有一些感谢 跟一些欣赏的话 这个算 我们每一天都在做 都在为这个家庭奉献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看到 有人给你一些感谢 你就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就不是一件工作跟责任了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你反而会想要做更多 那我只能说女人真的很好骗 对不对 男生只要嘴巴稍微舔一点 你就说 哦我就坐死都该愿 永远会觉得就是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就像比如说 你其实我们很多的先生 他都会帮家里买一些东西嘛 下班回来就买面包买什么啊 其实你只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说 你就跟他说 那个 那个绕去 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面包店 买那个你最喜欢的 这句话讲起来就不同了 而不是说 我刚好遇到这个在促销 可是很多老 很多男人都会直接讲说 这什么在促销 刚好打折 他不会转弯 当然也有的人就是 有的男人是 他会很会讲话的 就是 当初大概也是这样的 骗到老婆的吧 可能就是这样子 那有的男人就是 他从年轻到现在 就是他讲到就很 很实在啊 我也没有说 要是什么甜言蜜语啊 有时候我老公甚至说 你要是碰到那种 会甜言蜜语的男人 你才惨呢 我想说 也对 他就是碰到 比较老实的人 可是就是 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 如果你能够 在这个时候 讲一点好听话 多好啊 对不对 对啊 你偶尔讲一些 我倒觉得了 有很多先生就讲说 那个花言巧语的男人 那个大概都不安全 跟怎么样啊 我都觉得那个是 我们很多台湾的男孩子 不太学习表达技巧的借口 没错 因为我们会在那个 在那个广播上面 一直讲男性怎么样 没有啦 其实我们是讲到 我们这些 这个熟女的心生 对啊 熟女的心生 大概是有这几个小技巧 跟大家分享 是 其实啊 真的说到 上所长说 我们结婚十几年 二十几年 真的说年轻时候的那种 热情啊 激情 其实真的也没有 可是偶尔还是会需要说 啊 你还是希望 有时候看看对方的眼睛 直视对方眼睛 常常去说 从那里面能够看到说 啊 我以前喜欢的男人到现在 没想到他是越来越成熟 他是越来越稳重啊 你会用这种方法去 去觉得说 你知道 我真的是很幸运 我到现在 他还愿意给我 就是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 然后这么爱我 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收获 我觉得那个就是 对于彼此感情的一种信任 你们的关系 才会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对 哎 主持人 你刚刚讲的很好 我们很多 很多的太太啊 他都会说 他生完孩子之后老了嘛 然后臀部变大了 皮肤变不好了 那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身材 都很没有信心 但是我们其实在做婚姻会谈的时候 我们常常邀先生去分享 他对于他的太太的那个身体的变化 他的感受 事实上很多先生 他都会说 他觉得他太太这样 变得比较风雨 他觉得很美 然后有一种很有福分的感觉 而且有一种很有智慧 然后有些地方软软的 他觉得很舒服 所以其实 真的真的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女孩子 很多的我们说 我们这个中年的妇女 都对自己的身体太没有信心了 那事实上你的另外一半 并不是所有的男生 都喜欢看18岁的同体 其实很多很多男生 以前很成熟的 他很很可以了解 那个人的随着时间身体的变化 对 然后他们很在意的是 他会觉得他的太太这样是很 我们有好几个爸爸 他跟我先生跟我讲 而且他太太这样是很性感的 然后 然后反而是太太捂着耳朵 说我不要听 我不敢听 很可爱 所以这个真的是夫妻之间的相处 其实还是一辈子要去学习的 对不对 不光只是说年轻的时候 你们要学习两个一起生活 到年纪比较长一点 结婚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你还是要学习 因为毕竟夫妻相处 可能就是三十年四十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彼此互相的相处 互相的学习 我觉得真的是 大家要一起去关心这样的问题 然后也要 不要说 反正不管他 就是日子就是这样过了 还不是别人 还不是都是这样的过 我们也是这样的过 其实不是 我们可以让夫妻的生活 甚至是老年夫妻的生活 过得更好 更有情趣 更甜蜜 这个是 是我们还要去努力 去学习的地方了 是 对 OK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原品心理智商所的黄雅玲所长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 我们这个老夫老妻的爱情 跟怎么样去 这进一步 在这个年纪上 还能够有一些亲密的关系 的一些建立 怎么样去学习 怎么样去做 也希望听众朋友 能够按照这个所长 这样的一些提醒 我们大家好好的回家 看看我们自己老公 自己老婆的眼睛 再重新找回我们过去的那种 爱情的这种炽热 然后再让我们的老年夫妻生活 更好 好今天非常谢谢 雅玲所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跟谢谢听众